今天另外一个新闻焦点就是现在传出前高雄县长杨秋新 已经答应出任马无配的三山竞选总部顾问团的团长 也就是原来高雄县的凤山、岐山还有钢山地区的复选活动 不过杨秋新本人目前在日本 但是他的幕僚以及国民党的地方党部 今天都证实了这项消息 国民党总统选举的高雄竞选总部预定在22号成立 国民党方面表示已经获得前高雄县长杨秋新的支持 杨秋新会出任三山竞选总部顾问团的团长 加入原高雄县地区国民党总统选举的复选行列 与马英九站在一起 出身民进党的杨秋新去年高雄市长选举拖党参选 虽然没有当选 但是一举拿下四十亿万多票 基层实力不容小觑 由于泛滥阵营在南部地区缺乏战将 不论国民党或亲民党选后就陆续有寻求 与杨秋新结盟的传闻 今年九月行政院长吴敦义亲自带着国民党高雄地区 立委参选人拜访杨秋新 当时杨就曾经脱口喊出马英九当选 似乎已经表露支持马吴的立场 不过这样一来会不会对不起曾经跨党为杨站台的 清明党主席宋楚瑜幕僚表示杨秋新与宋楚瑜坦诚以对 曾经直言国内没有第三势力的空间 宋不应该选总统 杨秋新目前人在日本高智大学游学 原本预定11月才会反国 不过现在为了参加马吴高雄竞选总部成立 会提早反台 被称为南方小巨人的杨秋新 表态支持国民党 对比高雄地区三党选情冲击有多大 还要继续观察 记者 东方陈显坤 高雄报道 记者 东方陈显坤 高雄地区三党选情冲击有多大